本校第30届毕业典礼于1月15日在智亚大礼堂进行 因应疫情 本次毕业典礼全程在严格遵守防疫措施的情况下进行 获得了全体出席毕业生和家长们的配合 使得毕业典礼圆满结束 祝愿全体的毕业生横尘万里 创造美好的前程 名字本校将以礼为荣 谢谢 在在西洋铁球化的时代 我们没有时间停留 更不会买出于目前的现况 向往的 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努力 寻求不过 经历求疾 好 还要更好 毕业生们 你们要切记 第一 原始的确实行义 第一 就是不能跨越英勇的解读 既思想行为 不能超出道德规范 成为一位知识分子 就应该知识实力 我仅以一半星期 共访权与毕业生 与特医务学生讲课者 对业里门前程式举 本层外 我们都能够经历了 我们都能够经历了 因为COVID的关系 都一直是没有的办毕业典礼 所以现在虽然等了一年多 可是有办还是很好 就一个圆满的结束这样大学生 我很开心哦 终于毕业了 所以我非常感兴趣 我只是等了这段时间 很长时间 我非常感兴趣 谢谢 SUC 现在我学生 我非常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 谢谢你非常感兴趣 很厉害 我们这是我们的边沟 克高kg reg 在此 很想要感谢所有出席者的体谅与配合 也祝福各位毕业生 全程似锦 展翅高飞